这一整片只做到一半的房舍 就是高雄南报下民权平台的避难屋 自去年11月至今已经停工近5个月 由侯十字会出资所补助的避难屋工程出现了瓶颈 做那么累 做一年多了 钱都还没有拿到 希望老板也要出来 出来给我们讲清楚说明摆到底要怎么样 现在电话一打都没有人接 多少钱 我的 18万 爸爸那边6万块了 然后我这边大概1万粗而已 对 加起来要7到8万 钱多久了 从去年的11月吧 钱到现在 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拨给高雄市圆明会 再由圆明会发包给新和风营造公司 明明新和风公司已经将第二期的工程款 拨给下游柯信承包商 自立造物的工人却直到目前为止 没有领到薪资 令红十字会感到无奈 在做工程管控的那个柯先生 他就是可能处理的不好 所以我们在三月初才会 才会上去山上大家开会去做协调 科技承包商直到结稿之前尚未接通电话 玛雅里长希望政府有所作为 我们是希望是说如果说需要有法律上的途径的话 这个我们也不懂 因为我们族人对这个法律上的欠切 也非常的欠切 那所以希望是说 是不是也请我们市圆明会 也可以在这方面来介入 帮助我们这方面的这个动作 市府圆明会的角色只是说 让这个钱进到市府的账户 然后再拨给厂商 避免说拨给民众 然后这个钱厂商到时候会领不到 会有一些纠纷 就是类似一个信托的角色 民权的重建会自己去找 设计的厂商跟施工厂商 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政府部门是没有介入的 高雄市圆明会表示 将会展开调查了解状况 将与承包商新和风公司 要求房舍尽速的完工交屋 新和风公司也于日前的协调会 与族人承诺将会完成后续的工程 但族人的薪资问题该如何解决 成为了大家头痛的问题 接着包罗马耀 高雄南包小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